烈狼下漫步在沙灘 大五輪沙灘 已經好久不見這麼多細水人潮 被疫情悶壞的遊客 紛紛趁著暑假前來細水 看似沒有異狀 現在卻傳出了發生切案 有民眾在社群PO文表示 上週日到大五輪沙灘細水 包包內的錢包和皮夾現金 全被偷走 去案上然後要拿錢 然後結果就發現包包的拉鍊 跟背包的拉鍊 都被拉開然後都翻過了 然後結果錢包 我跟我女客人兩個都掉 然後我弟弟的錢包 只被送錢而已 錢被拿走了 但讓民眾氣不過的是 案發當下有報警處理 但警方卻以現場監視器只有兩隻 原警以角度為由 加上只有重大刑案 才能夠申請指紋收證 回應被害人的請求 讓當事人很不舒服 質疑警方態度消極 希望得到什麼樣的選擇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還是有沒有辦法可以說 包包拿去驗指紋之類的 他說說 驗指紋就是你要對方 就是包你才包的那個 他有殘殼或者是案 要有辦法說驗指紋就可以抓他 不過霞區派出所回應 男子當時考量有人還在沙灘 並沒有到派出所完成報案手續 主要是雙方的溝通產生了誤解 警方絕對沒有推諉不受理 本所於昨日接獲民眾報案稱 大五輪沙灘有民眾批包遺失 疑似遭竊案件 隨即派員至現場處置 意有請民眾自所完成報案手續 本案系雙方溝通問題產生誤會 並非惡意脫有的案件 本所會加強同仁溝通應對技巧 暑假已開始 本所將加強沙灘周遭巡守 保護民眾財產安全 警方呼籲 民眾於沙灘遊玩時 應注意自身財務擺放位置 物造成蕭小目標 而造成財務損失 聽到大五輪沙灘發生竊案 民眾都很驚訝 不會啊 我們都會有人顧在那裡 對都會放到車子上面 就是盡量貴重的不要帶下來 這樣會比較好 你鎖在車子上面比較安全 對啦就是你知道要來這邊 你怎麼可能會放很多錢 不會放很貴重的東西啊 最多是手機跟幾百塊而已 基隆警方統計 大五輪沙灘 今年至今已經發生事件竊案 其中一件 竊賊下手時當場被抓 另外三件事發之後 民眾報案還未查出嫌犯身份 警方提醒民眾 貴重物品還是要保管好 以免讓蕭小有機可撐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就這樣 都會把整理所 時能找到 所謀表出來 可是小時候 大型巨人 其實 只能 製